我的台湾之心三个终身合约 备入台湾大哥大4G每月188元去盗宝 4G每月88元时机流量 每月零元专案可以用10年了 台湾大哥大购台湾之心 于2023年12月1日起正式完成 此前原台湾之心用户最关心的适合后 享有权益是否会受影响 特别是双十一的合约 我在双十一一共买到月租 188元4G吃到宝 88元时机流量合约都非常优惠 据Adam整理的相关资讯 先前公评会提到 台湾大哥大针对台湾之心4G终身方案用户 应持续一合约内容提供服务 致4G行动宽评服务借其终止 换句话说 台湾之心4G平谱执照将在122年12月31日到期 顾客至少用至民国122年2033年至少还有10年的机会可以使用 所以我这两个门号都还可以用10年一般新闻报道大概都只谈台湾之心的 188元的4G吃到宝 比较少谈到台湾之心的其他终身合约 我另一个88元时机流量的门号 是我在双十一抽到的 188吃到宝门号搭售的 我也不知道为何买门号 还要搭售门号 可能原因是为了充用户数 于是我就把门号给家人使用 所以我就有这两个非常划算的门号了 第三个台湾之心终身合约等于是零元方案 合约内容就是打多少付多少 每年至少要使用到相关费率 例如流量或打电话或简讯至少一元以上 否则好像要收300元为户费的样子 这个门号算是误打误撞 因为我原本就有一个门号 而且我已经用了很多年 后来我参加亚太电信双十一的活动 抽到月租十一元的门号 我就把那个我使用很久的旧门号转过去 也就是NP Number Portability 行动号码可惜服务 后来我无意发现 台湾之心有上述的零元方案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这个旧门号 于是就NP到台湾之心了 这个台湾之心终身零元方案的好处 就是养门号 因为当初台湾之心的双十一的4G吃到宝方案 都只能申请新门号而不准NP旧门号 而我一申请到188元吃到宝专案后 所有上网与打电话的使用都转到新的这个门号 旧门号等于是浪费钱去维持它 又因为我旧门号已经填写在我过去所有的资料中了 我也不记得哪些资料填的是旧门号 根本无法直接气 但我也不会用这个旧门号上网与打电话 所以有零元方案当然是最好了 这样养门号的成本就等于零 总而言之 我的三个门号分别是188吃到宝 88元10G流量 零元方案都可以用到2033年 而且从此变成台湾大哥大的一元 算是非常划算 而我使用过的电信业者一开始是核信电讯 后来核信电讯被远传购 还有我又跳到期 Mobile 之后又转到台湾大哥大 然后到了台湾之心 现在又变成台湾大哥大 反正我除了中华电信之外的行动电话业者几乎都用过了 包括被购的核信 台湾之心 亚太 结论 早年我办门号 有搭配手机 当时费率500还600元左右 但也是很出街的Nokia 有智慧型手机后 也是使用免费WiFi 直到台湾之心188吃到宝到手 从此上网没有再考虑流量了 我拥有的台湾之心这几个方案 对电信公司来说应该都是亏本的 或至少无法帮电信公司赚钱 因为我也不会购买其他服务 而现在电信公司只剩中华 远传 台哥大 他们彼此资费定价将更加相近 像台湾之心 亚太之雷的价格破坏者 大概再也不会出现 然后大家就要继续用更昂贵的费率了 最后补充一句 虽然有很多人讨厌台湾之心背后的顶心 但对我来说 至少替我弄了三个低价门号 而且应该还可以用十年 谢谢咯 Blackjack 2023年11月29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